面对共军威胁 台大校长候选人立场怎么站 受到考验 抗中保台成为必答题 而现在台美关系也将迎来重大进展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高票通过台湾政策法案 增加不少友台措施 不过在这当中是把我国驻美机构更名案 从象征条文改为建议性质 立场从强硬转为软化 专家分析实质上是为了推展法案 所做出的这种举动 另外过去提案让台湾成为主要非北约盟友 在这一次讨论当中也改变为所谓的同等级关系 言下之意即便台美维持友好 但万一台海战争爆发 美军也不一定会出兵协防 法案当中有进步也有却步 只要任何能够对台美实质关系能够提升 以及对于区域安全和平能够增进的 我们都是表示欢迎也乐见其成 根据路透社报道指出 美方正考虑制裁方案来恶阻陆对台动物 据传我国也积极游说欧盟采取相同措施 而前副总统吕秀莲 则是将在台北东区发起921爱和平到台大游行 不过他认为生病时要吃药 但也不是一次把全部药丸给吞下去 台湾政策法规定 加入一口气全部通过 只会彻底激怒中共 TVBS新闻刘俊章科台北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